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個人覺得如果每天都有很多的選擇 那每個選擇後面都會有 可能你有機會成本要考量 或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部分 那我們選擇之後呢 可能要如何承受這個後果 那建勳會跟我們分享 在你做每一次選擇的時候呢 我們要如何去思考它背後的因素 那我們要歡迎建勳的分享 大家好 我叫我建勳 然後很開心可以在禮拜天的下午 就是可以看到大家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實際入口經濟學 我的經濟學專程也跟我說過 就是經濟學是一門選擇社會科學 我今天將會分享 如何在人生的重大關卡做選擇 以及堅挺我們的選擇 首先不免得就是來個自我介紹 就是我大學念的是台大 然後我念過生機系 又念過經濟系又念過財經系 然後我是以經濟跟財經的雙學位畢業的 然後我當過社長也拿過書 然後本身會算塔羅牌也會烘焙 這樣子 然後最近我剛追完來自欣欣的 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的話就是 目前的 目前的工作是在當交易員 就是一分鐘幾十萬上下的 那個交易員這樣子 不過就是我今天不會講到 任何有關於交易面的東西 因為我負責是money market 所以說我的交易簽 就是一筆就是幾千萬到幾億上下的這樣子 所以說今天大家應該是不會聽到說 我不要買奶子之類的這樣子 可能大家會比較失望這樣子 可是我今天會以我大學的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用理性跟感性來做一個判斷 首先我想先介紹的就是 我大學第一個念的系 他叫做生物產業基電工程學系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農學院的科系 可是我一定要說 農學院不一定要當農夫 這也非常重要 第二個的話是 這個系非常專精於 機械以及微電子整合這一方面 這算是他一個專業 因為他其實叫做農業機械系 然後呢 這個系有九成的人都是男生 然後原本以為大家是在冒險裡面奔跑的那種陽光少年 可是大家其實還蠻喜歡玩電動的 然後他們當初是在玩三果 現在應該在玩神夢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轉系呢 因為我是轉到經濟雙足球財經 因為我夢想 我有一天可以打造出自己的多愛夢 而這個系對於機械非常的內行 所以是我選擇的這個系 可是我念了之後發現到說 多愛夢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跟我想像中實在是差距太多了 所以我決定要轉到一個我有興趣的系 也就是所謂的財經系 可是 就是轉財經系是怎麼困難呢 相信轉系大家也許是常常聽到 剛升大學 剛升大學的一些高中生 也許可以仔細臨近一下這個名詞 結果轉系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還蠻辛苦 轉財經系更是無事 因為呢就是 剛進大學的時候 大家還在享受青春跟社團的時候 必須要買頭苦幹 就是努力的拉高分數拿書卷 才有機會可以走到財經系 然後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如果要證明你喜歡那一個系 像我喜歡財經系的話 必須要去修他的大業易修 像經濟學或是會計學 而且因為沒人要陪我轉系 所以我整一個人去修 非常非常的負擔 然後最慘的是 因為我打修 所以根本就沒有修到這些課程 然後第三個是處境 因為在台大學 實在有太多人是選校不學系的 尤其在農學院更是如此 所以說其實如果台大轉系的話 周遭的人可能會對你 頭都叫為異樣的眼光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轉系的過程當中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非常非常的低調這樣子 最慘的是 生肌系這一個系 它一共有142個學分以上 所以說大一大二的學分 非常非常的重 然後不要被 大門就已經算不錯 要納書 因為真的是一個私人說夢想 然後最慘的是 我當時是以360億 1.25分的最低度去分數 就是進入這一個系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在關鍵報告上面 沒有看到我的分數 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 我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 吊車尾 就是吊車尾的身份 進入了就是所謂的農學院 所以其實還蠻沒有信心的 可是呢 我沒有想到說 第一個學期 我竟然拿到了第五名 就是我們整個系 有45個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牆子都去黃色團 然後我把妹去了 所以說讓我突然就是有機可撐 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到 第一個學期成績出來之後 我發現到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呢 我們書卷名有三個 然後三個都很變態 就跟進級的巨人樣牆 他們平均隨便都90分以上 結果我剛剛拚證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吳雲本有一個戰友 他是想要轉生科系 雖然想要轉系不同 可是我們畢竟是戰友 在同一條路上面 可是因為他第一個學期的成績 實在是太爛了 所以他決定他不轉 然後對妖獸 實在想把我要轉系的事情 講給別人聽 害我知道 在參加戲唱活動的時候 都會被投入異樣眼光 實在是還蠻痛苦的 可是呢 就是如果我現在放棄的話 比賽會結束了這樣子 於是呢 我在大一下的時候 做出幾個還蠻惡劣的舉動 就是 我大一下的時候 馬上就把許多的 升級系的必修退掉了 因為我說過就是 必修很重 那不如就是 退掉一些努力的 就是拉高平均 就集中普避這樣子 然後我也利用就是 退掉必修之後 就不會擔修 我就去修經濟學 然後雖然我是一個人 去修很孤單 可是我準備了五本課本 然後不斷糾纏助教 雖然我不是正妹 大概我還是去糾纏他 可是 然後還有就是 我很努力的 去參加所謂的讀書回來 拉高我的經濟學的成績 第三個最要不得的是 我大一下期還是有修物理區分 然後我修了之後 我修了兩個月 然後跑完期中考之後 我把它停修了 因為我發現到 我平均分數大概只有85分 可是書卷都90分以上 85分非常非常高 可是呢 我還是要打敗書卷 所以為了不拉第一種平均 我把它退了這樣子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 因為知道我自己 並沒那麼強 而且就是書卷沒那麼強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抱著玉石巨團的決心 去跟他混蛋 然後但是俗話說 就是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我還是沒有拿到書卷 只有拿到第四名這樣子 所以就沒有進入書卷 可是我轉進了 我的第二支援 就是台大經濟系 雖然說跟台經濟系 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這種 我可以不用再修 理工科學分的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是 經濟系的走廊 結果我還記得 我第一天到經濟系的場景 就是呢 我那個時候是發燒 而且就是喉嚨 發不出聲音 可是我為了家前 還是要四處的奔跑這樣子 在我們的經濟系 瞎載走廊 擁擠的人群的之上 我沒有一個認識的人 顯得我更加的孤單 那我常常認識 真的是非常的淒涼 我還是怪自己 有寫手詩來黏懷自己 這樣子 可能因為太丟臉了 所以我今天沒有PO出來 然後 可是我很快就認識了很多 轉戲一樣 轉得很辛苦的一些夥伴 就是他們都轉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自從道合 就是把成績給拉高 然後我終於在大二上的時候 幹掉了一百五十個人 拿到了這個系的第三名 也就是一張書卷這樣子 然後拿到書卷之後 就是氣勢如虹 我終於在升大三的時候 好不容易覺得 雙子揪到了財經系 不要看我講得那麼快 我大概只講了三分鐘 可是這個過程 可能過了兩年之久這樣子 然後呢 大家可能聽我這樣講 好像有點在瞎扯那種感覺 而且我都講得非常的激動 可能會覺得我過度瘋狂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要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是非常非常理性 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是 理性第一個要點就是重新出發 就是我剛剛昨天在抱怨說我多慘 然後以及說 就是自己是掉車為什麼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不是現在自己是什麼人 而是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 就是定定目標 想要怎麼做就去怎麼做這樣子 第二件事情就是 經濟學是在有限資訊下 做出最好的選擇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在升大學之前 確實覺得生機器 是我選的一個很好一個科系 因為要對機器很擅長這樣子 可是我進入之後發現到 跟我想像中差太多 就像Doraemon也會長不一樣那種感覺 可是呢 就是製造新的資訊之後 就是重新做選擇就好了 實在是沒有必要活在過去 第三個就是放棄沉默成本 不要被過去扮住腳 這種感覺就像你的室友 要把一個正妹 他費勁千金萬苦 我終於把到那個正妹了 可是之後卻發現個性不合 然後他就在想說 我當時已經花那麼多時間 把這個妹 那這樣後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分手 過去花那麼多時間把這個妹 這就叫做沉默成本 不要因為這個來影響選擇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大概要分就不會分一分 然後不喜歡的戲也是一樣 然後接著是 第一個理性的方法 就是T字訣 結果在成本相識的時候 一定要做出一個最好的選擇 然後我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說我當時的T字訣長什麼樣子 就是在上面寫上你要做的選擇 是要轉系呢 還是要活在原本的那個系 然後在下面列出成本跟效益 比方說如果要轉系的話 還要花很多時間 念我沒有興趣的理工科的科目 這實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可是就算不轉 還是要持續念沒有興趣的東西四年 當然不是一樣很辛苦嗎 所以說這算是相似的成本 就不要再理他了 因為不管是選擇不選擇一樣 都會遇到的那種感覺 第二個部分的話 跟戲唱不熟的話 就是轉系成功 還是會跟戲唱不熟 因為沒有大一相處的時光 但是呢 如果說我繼續搭在原戲 對於一個我是喜歡的戲 我是喜歡的關係 反正很難放關係 去跟大家相處 就會撇笑和不笑這樣子 最後一個就是 退避休 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這等於是跟 生機器切斷關係 對不對 然後我是覺得 他可以換取時間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大一一定還是會怕怕的 那我來分享一下說 退避 就是留避休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留住你的免分 就好像很假扎 覺得自己還是生機器的一份子 那種感覺 剛剛那時候要點掉 然後就是 可是呢 就是大一 這是我在大一下做的抉擇 但是大二時候 我如果想轉財經系 我也要退掉 你們知道樂立學道有多規策嗎 結果如果說要在修那些東西的時候 還要修財經系的東西 那是不可憐的膽子 所以說 早退晚隊都要退 不如早點退退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如果我說沒有退避休的話 大家可能會比較低調 會覺得你沒有要轉系的那種感覺 這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 可是別傻 我不是可以跟大家說嗎 就那一個要轉生個系 那個人已經把我事情講給大家聽 已經講到連隔壁賣牛肉麵人都知道了 所以說 所以說這沒有什麼第一 這些都是沒有必要考慮的成本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成本就是 跟系上不熟化會缺乏很多可以接家教的機會 或實習跟工作一些經驗的傳承這樣子 這是我真正的一個成本 也是唯一的要考量的 但跟改變轉系的好處 比起來我還是選擇了轉系 以第一次做一個例子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不要被這些不畏的成本給伴住久 這些相似的成本不要理他這樣 然後接著大家聽我講那麼久 可能會覺得有點累 我這樣念比較感性的東西 感性的東西的話 我想要分享一下 在哈佛裡面最受歡迎的 就是幸福課程 然後它裡面有三個要點 就是時機、感激跟享受過程 時機的話就是 我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大二我所做的努力遠不及大一 可是為什麼我們大二很公共雙組修財經 但大一卻失敗大家知道嗎 好 大一是因為生技系只有三個書具的名額 被三個進擊的巨人搶在那邊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 可是大二的話就是有八個名額 然後所以說就讓我們變成機會比較多 我做的努力很相似 但有時候失敗 但是不要氣餒 就繼續努力 一定可以找到屬自己的時間 第二個部分是感激 這個部分我要講 就是有關於我工作上面一個例子 可是我還是不會講 要買哪支股票 大家不要抱太大希望 所以真的是在一個禮拜晚上 我在六點的時候出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包 這樣子 可是我的前輩 我的前輩就是在很快的迅速的狀況下 十五分鐘之內 幫我把那個包給解決掉了 而且他解決之後還很帥的跟我說 建勳你怎麼還不早點下班 今天是Friday night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前輩這樣讓我非常非常的內疚 這樣子 而實際上我那一天 有幾位高雄朋友特別來找我吃飯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一直內疚下去 其實我不想讓他們看我那麼難過的樣子 因為門的上來了 對 所以我就一直用理性想說 不要被過去的事情辦出自己 就是一些蠻常見的一個正向一個思考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這樣理性想 就是越是沒有辦法擺脫那一種內疚情緒 於是我開始嘗試去感激 就是感激說 因為這件事讓我看到我可以更好的地方 以及就是說感激我身邊有這麼好的前輩 以及願意給我機會的同事這樣子 然後非常想之後 我變得比較要可以放鬆心情 而且就是 那天晚上我跟我朋友們吃飯聊天聊得非常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是一個跡象 因為我都太理性思考了 沒有用 就是用感激的心去想的話 反而可以幫我們把負面期趣給擺脫掉 最後的話就是享受過程這件事情 因為人生不是只有失敗或者是成功 也不是只有0跟1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剛剛在理性那邊講那麼多例子說 就是以理性來看轉系有多麼好 或者是退避休有多麼有利 可是我可以老實跟大家說 這是因為我這個人還滿感性的 我很喜歡那一種 小蝦米打敗大金魚那種極度刺激的感覺 所以說當在退避休以轉系的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很永久的過程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不是因為感性的支持的話 老師說我並不會那麼堅定在轉系這件事情上 以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因為在座好像很多的都是設計的背景 所以我想要舉這個例子 結果我大學參加了很多的競賽 其中一個就是很有名的龍騰微笑商業競賽 這是我們團隊的作品 它叫做塗鴉花園 它本身是一個高科技的一個學習型的玩具這樣子 大家好像很努力想要把這些小字看清楚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也看不太到 所以我並不是要講這個 大家不要那麼用心的看 我只是要強調說 我們那個時候跟台科大就是工業設計系的人合作 然後推出這個很精美的東西 可是我們到最後還是沒有得名 當然我非常感謝就是委配認識這一群人 在這三個月爆竿爆到一個境界的這個部門當中 我還滿快樂的 因為認識一群非常非常好的夥伴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多享受過程 當然我知道我就像這樣講 你們還是會比較喜歡成功 然後我自己也不該是會尷尬啦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要享受過程 最後我想做總結 理性就是要重新出發 以及在相識成本的時候要選最好的 感性就是每件事都有最好的時機 以及要感恩以及享受過程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偏心 為什麼理性只講一點點 這是因為說理性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靠自己去感受這樣子 我講再多可能對大家幫助還好這樣子 以及主辦他會給我時間只有15分鐘 這也是一個原因 然後另一個部分的話是 如果有人還是對感性很感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來問我 我可以跟你說一些我推薦的心靈書籍這樣子 或者要找我算逃我拍我也是不犯 對 然後呢最後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我本身沒有很會念書 我是吊車尾 但我一樣可以進入了財經系 就是它是管院第一次院 另一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以前是連打招呼都不敢的人 可是我今天敢在創作物在這邊分享這樣子 然後我做得到你們做得到 以上是我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 seem towards welcome 我們分析 我們開我 這個場面 我們 прид拍照 我們開關小聲 我們來看小聲